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我們先來看一下這副牌組的主角美娜斯V 主要會用到他的第一招 那一水雙五的這個能量需求呢 我們是利用到這個龍皆弓的軸戲來幫我們填能喔 那龍皆弓的話可以從手牌填兩張火能量呢 給一隻寶可夢然後再抽三張牌 那剩下的這個水能量就用手填來達成喔 那他這一招的招式效果是依照對手戰鬥寶可夢的撤退費用 一個費用可以增傷50喔 所以對手如果有三個費用就可以打160 四個撤退費用打210 五個就可以打到260喔 非常的痛喔 那搭配到我們這個裝備卡有放這個頭巾 只要對手的Tag Team寶可夢的撤退費用呢 被我們增加到了4、5、6之類的話呢 就可以直接一拳灌倒喔 那我們要怎麼來增加這一招的這個招式的傷害呢 用到的是輔助卡這個阿博索魯 那他的特性是可以讓對手的戰鬥寶可夢 這個增加一費的撤退費用喔 但是要注意的是他的這個特性是有指定對手的戰鬥寶可夢 一定要基礎寶可夢喔 如果對手是進化的寶可夢的話呢 我們的阿博索魯呢就沒有辦法對這個進化的寶可夢造成影響 所以你看對手是打進化的牌組的話 這個阿博索魯就可能就盡量不要出來了喔 那另外一個輔助的卡就是我們的這個場地卡加勒爾礦山 可以讓雙方的戰鬥寶可夢呢增加兩個撤退費用 那我們這個加勒爾礦山是沒有指定說一定要基礎或者是進化 所以呢是一定會增加兩個費用 等於是幫我們美娜4V呢增傷100點喔 那我們美娜4V呢除了第一招還有第二招也可以來做攻擊 可以使對手陷入睡眠 那因為第二招的他的招式需求比較大喔 基本上我們還是希望說用到第一招來做為攻擊的手段就好 不然你用到第二招的話這樣其實能量會有點吃緊喔 那除了我們封面招的這個美娜4V以外呢 我們還有另外一個想要介紹就是這個九尾V喔 那他的第一招的話呢一火雙五也是可以利用到我們這個熔街弓 那除了熔街弓呢我們還有另外一個 因為我們現在反中版蝶蝶沒有到這個進卡表嘛 所以是可以做使用的 那我們就這邊還有放人物卡卡棋喔 可以從排庫選4張火能量呢 直接集中填給我們的一隻寶可夢 然後呢回合要馬上結束喔 那我們就在我們後宮的第一個回合呢 直接用這個仙智球找到這個疊疊GX 然後呢再直接開卡棋填能給我們的九尾V喔 你可以選擇卡棋呢填3個火能量給九尾V就可以囉 你填到第4個能量給這個九尾V其實沒什麼效益 因為通常我們都會用第一招就可以來攻擊對手了 那比較少會用到第二招 畢竟第二招的打點180也沒有說到很高喔 封面招還有一句話是說反利用對手的三神 那就是用到這個九尾V的這個第一招 因為他可以選擇對手戰鬥寶可夢的招式來做為他這個招式的效果 那我們就可以選擇對手的這個三神Tech Team的GX招式 起源改血GX喔 那但是起源改血GX他如果要多拿一張這個額外的獎勵卡呢 必須要填水能量 那水能量的話剛好我們這副因為是有搭配到美娜絲 所以一定會放水能 所以呢我們這時候如果有用卡棋填3能給這個九尾V的話呢 然後再填手填一個水能給這個九尾V 就可以來開這個對手的三神的GX招式喔 這樣變成我們可以加攻擊力 而且呢又可以多拿一張獎勵卡非常好用喔 那其他副打手部分我來介紹一下 這邊有選擇到的是我選擇長尾火舞加噴火龍Tech Team喔 那他的這個第一個招式要4個能量也是非常的巨大 我們一樣可以用疊疊加卡棋 或者是手填2次再加龍接攻填2能 一樣可以達成這個4能的需求 那打180完之後呢 可以從牌庫搜尋3張你任意想要的卡加入到手牌 那我們這3張牌呢 你就是可以養在備戰區呢 準備養出這個美娜絲V喔 那3張牌你就是可以很彈性的選擇 你可以選擇火能量阿龍接攻 然後再礦山之類的 然後呢把後面的美娜絲養好喔 或者是說對手的備戰區寶可夢有一些比較棘手 你想要先把他抓出來 你就可以用這個長威我5的這個招式效果呢 抓這個GX槍阿或老大指令都可以喔 其實還蠻靈活的喔 那我們這個長威我5Tech Team的話呢 他的這個GX招式比較少會用到喔 那這個招式效果是可以從氣牌堆 幫我們填5個基本能量呢 任意的填給我們的寶可夢 但通常應該不會有機會開到這個GX招式阿 那如果說有多額外填一個能量的話呢 就可以讓對手混亂跟燙傷 就是說填一火然後再加一顆能量 任意能量都可以喔 好那再來其他打手的部分呢 我們這邊選到長威2Tech Team喔 那為什麼要選到這一張的原因是因為 我們這邊美娜絲V他的弱點是電嘛 那我們其實電系的話在劍盾的環境應該也是會非常的強勢喔 畢竟這個雷霆山零星命名還有速度電特能呢都還存在 而這個電系的弱點呢 剛好皮傑150x2直接會把我們這個美娜絲V給秒殺喔 所以我們遇到電系的話呢 這個美娜絲V就不太能出場 不太能出場的情況下 我們就要趕快找其他打手來代替嘛 那剛剛有講到這個長威火狐噴火龍Tech Team 然後呢我這邊還有另外一個打手就是這個長威2Tech Team喔 那因為這個皮傑的牌組呢通常會放很多GX的寶可夢 例如說蝶蝶啊 然後東東鼠啊 皮傑啊 雷秋啊 傑拉奧拉GX 這些都是很多GX寶可夢會加進去牌組的喔 所以呢我們就可以用這個長威2Tech Team呢 打巨量的傷害 直接一拳把這個皮傑Tech Team灌倒喔 而且他的能量三個的話呢 只要手填一次再加龍皆攻填兩人呢 直接就可以完美的達成喔 那GX招式的話呢 應該也是比較少機會會用到喔 因為他的這個會讓對手的戰鬥寶可夢睡眠 那如果要出發額外效果要多填四個能量 總要填五能其實有點難阿 應該沒什麼機會填到五能 那如果填到五能的話呢 可以對對手的備戰區一隻寶可夢呢 打兩百點傷害 好那再來最後一個副打手 我這邊選到的是虎虎GX 那可能很多人會疑惑 為什麼我要放這個虎虎GX喔 主要會用到他的特性 如果說對手的這個戰鬥寶可夢呢 身上貼的能量是兩顆一顆的話呢 那打出來的傷害呢 就會被這個特性給免疫掉 也就是說對手的戰鬥寶可夢呢 一定要填到三個能量以上 三四五六七之類的 才可以對這個虎虎GX造成傷害 那我想要放這個虎虎GX的話 是因為他的特性可以很有效的 克制這個花言怪喔 這個邪惡屬性的花言怪呢 因為攻擊力非常的高阿 因為他是小人牌 所以對於我們這副是很多GX啊 V啊這種的 我們就是他以小換大 我們很難跟他獎勵卡換贏喔 就是換不贏獎勵卡 所以我選到的反制手段 是這個虎虎GX喔 然後呢因為花言怪他的血量很少嘛 我們之後用一個能量 直接可以毒死他喔 再來除了這個花言怪可以來反制以外呢 在我上一個影片 是用這個反擊能量來做 攻擊手段的牌組呢 也是可以有效的壓制喔 他在落後會變成兩個人一色能量嘛 那只有兩顆的話呢 對手遇到虎虎他還是不能夠 使用這個他的招式 來對這個虎虎造成傷害喔 所以我這邊選到虎虎的GX的話 可以有效的反制這個花言怪 以及這些使用反擊能量的牌組喔 好那GX招式的話 可以打40點傷害讓對手麻痺 這個應該也很少用到 好再來輔助的寶可夢的部分呢 我這邊選到的是 東東鼠、蝶蝶還有花霧鳥喔 那這邊都是幫忙抽綠的 或者是幫忙填冷的 這些依照你自己個人喜好去調配喔 如果你不喜歡放花霧鳥 你也可以不用放沒關係 那其他這邊道具卡的部分呢 因為我這邊幾乎都是基礎寶可夢比較多喔 所以巢穴球跟仙蹟球呢 我都是各放滿4顆喔 那其實 如果你還要再改進的話 其實我覺得這個GX球 你可以再多放1到2顆也沒關係喔 因為我們其實還蠻依賴這個蝶蝶 在後攻第一回合呢 直接來做開局 然後來填冷 用卡其填冷的非常的強喔 所以其實如果還要再踢的話呢 可能這個吹風機可以再踢1張吧 吹風機踢1張放個GX球 我覺得也是可以的喔 那其實我這個吹風機 我是放到2張阿 因為 我們這個美納斯V呢 很依賴這個加勒爾礦山 來幫我們增加這個傷害喔 所以如果我們遇到對手放 這個場地卡是混沌區域的話呢 會吃掉我們加勒爾礦山 所以 我會覺得很虧阿 那這個吹風機可以有效的吹掉場地 或者是對手呢 有裝備一些很麻煩的裝備卡 比如說 加血量的阿 或者是 加攻擊力的阿 之類的 那些我們就可以用這個吹風機 直接把他吹掉喔 或者甚至是 對手昌翔會裝備平底鍋 這一種的 會消除弱點的 因為我們這邊有放火系嘛 可以來克剛系 那我們就可以用吹風機很有效的去 反制對手 然後用弱點打擊喔 所以我覺得吹風機2張 還是蠻有效益的阿 我自己個人覺得喔 那再來我這邊有放到一張 這個陀螺 指劍陀螺 那他可以直接從牌庫搜尋一張基本能量 給對手看過以後加入手牌 如果說我們是後宮的第一個回合 來做使用的話 本來拿一張 基本能量會變成拿三張喔 那這時候呢 我們就是通常會用陀螺 來拿這個水能量 因為水能量我們只放四張嘛 因為畢竟我們這一副 有吃水能量的 就只有這個梅納斯V喔 所以我覺得其實水能量 應該不用放到太多 我就放了四張應該就差不多可以了喔 那基本上靠著這個 冬冬鼠花無鳥一些抽率 應該水能量可以很快的上手 那或者是說我們手上如果有龍接弓 但是沒有火能量的話呢 我們這個指劍陀螺也可以幫忙 幫我們拿到一顆火能量喔 那這個指劍陀螺 如果你不喜歡 其實也可以換成這個打火石阿 但是因為打火石 沒辦法幫我們拿到這個水能量 所以呢我這邊還是放指劍陀螺吧 那這邊老大指令跟GX槍都是為了抓對手的寶可夢出來 那因為我們有放這個加勒爾礦山喔 也會讓自己的這個撤退費用變多 所以呢這邊switch放到四張喔 避免說我們自己罰戰 那再來其他抽率的部分可以自己去做調整 如果你不喜歡抽氣 那你就換成竹籃阿 或者是把瑪麗放滿也是可以的喔 好以上就是這副牌組的簡單介紹啦 我們下期見 好 九尾先出來 鐵硬了 卡其 才剩四顆 哎呀 我們的Switch被洗掉了 我們也開三省的GX 那我這邊好像填三人就好了 我應該填三人就好了 這邊思考一下 我應該派噴火龍好一點 應該派那個 思考 現在打死他 我現在打不死三省 很尷尬 打他吧 打他 正義 打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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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個火 好像有點打錯多填一能 應該填三個火就好 這邊就不太能像瑪夏多了耶 真尷尬 嗯...鴨牌要 好 他水呢 剛剛打10嗎 他這邊1 2 3 4 5 6 7 7個車隊費 390再加30 420 哈哈哈哈 一槍罐打 前面B 那對手是水系我們火系的那些寶可夢可能就盡量不要防出來囉 呃 試試卡一下 龍接弓應該可以先丟一張吧 等一下 這邊直接卡期 但我缺一個水呢 直接先卡期吧 唉唷 因為我現在也沒辦法換位有點尷尬 嗯 卡期 這先出來吧 嘖 填個3能好了 看能不能打個第二招讓對手睡眠吧 好 忘了要磨 氣絕 拿一張 這邊MIMAX 他可以打後排60喔 那對手這一回合是天奇光 所以 他應該只能打第一招 這邊的話我們阿伯說我對他就比較沒用 因為他是進化寶可夢 我們可能要盡快的去拿到這個場地卡喔 好 嗯 嗯~~ 我~~ 需要水能量啊呀 沒水能量 感覺要開多猛鼠了 嘖 沒水能量有點麻煩 有了 終於 我們卡了兩個水能量在獎勵卡隊喔 難怪拿不到 我~~這個 嘖 劇球我看一下 這邊會三顆 所以 好像應該只能看梅拉斯而已吧 他這邊應該不會放太多GX寶可夢 這邊他測退費只有兩費 所以我們打第一招不太划算 打第二招讓他睡眠吧 好 拚到睡眠 那我們就賺囉 那就看到他有沒有switch 他有170的血量 我們如果拿到場地卡 就可以直接擊倒他 哇 這邊夢妖魔 哇 這邊換位補血喔 竟然被他 他錯綠到了 可惡 讓他打160我們也會死 哇 這樣很虧欸 超虧欸 好險他沒有再繼續放個上來打我 嗯 好難打喔 真糟糕 超級難打的 我們沒場地阿 我很需要場地阿 他進化我們阿伯說我又干擾不到他 嗯 第二個牌吧 不然也不知道要幹嘛了 沒事做 只能靠第二招了 哇 沒有碎成功 沒有碎成功 不是的 也沒有碎成功 對 對 不是 因為 超級難打的 好消極喔 真的正在打 沒事幹 因為剛好我們放的寶可夢都沒有辦法針對到他喔 我們這副沒有電系的 有啦 東東鼠 但東東鼠 我們沒有電能量 除非我們放極光能量 但東東鼠打點也很低 這邊進化薰香 已經沒有夢妖魔了 這九尾應該也沒用了 丟掉鴉牌吧 真尷尬阿 好 那我們剩下一張獎勵 我如果被他硬張我應該爆炸 呵呵呵 哇 只會取四張 嗯 他卡到四拿 哎呀 那我們這邊殘血很危險阿 我的天阿 我要崩潰了 這到底怎麼辦呢 唉 好險我放花無鳥 抽三張 OMG卡齊 我的常立卡都不來耶 阿崩潰已經沒用了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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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崩潰我們 這邊 睡他好像 不是很好的節 他有可能醒過來 這樣他剛好剩180 這樣我們180可以剛好打死 那就算我們噴火龍被他抓出去打死 他也還剩一張 欸對喔 欸我剛才直接拿老大把他打死就好了喔 啊我想錯了 對喔我剛好不拿老大啊 唉唷我忘記了我忘記拿老大了 對喔我剛好不拿老大只在打死啊 我突然忘記了 傻了傻了 阿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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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忘記了 好蠢喔 對手是小人牌喔 小人牌的話有點難打 這個應該也沒用喔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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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他該不會加個腰帶幫我秒了吧 好 哎呀 加個就要死了 真糟糕 看來只能送他咧 這手法有點卡啊 這手法有點卡啊 哇 這手牌 超爛 哼哼 哎 怎麼辦呢 能量填不起來啊 很糟糕 我剛才一直都沒拿到球 沒辦法直接用疊疊來 開卡漆喔 很尷尬耶 我可能要開GX讓他燙傷死掉 哈哈哈哈 撈死他 哈哈哈哈 直接都用不到 好 現在就看阿伯說我能不能干擾他 不要讓他那麼容易撤退喔 還是說他手上的switch 哇 有switch阿 可惡阿 哇 他這樣打得超痛的阿 三五一百六 兩百二 哇 我快去了 剩30滴 然後我下位還不能 還不能攻擊要再填兩能 太慘阿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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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填不了能喔 天阿 融解弓 填不了能 虧阿 太虧了 蛤 哇 那我們就GG了耶 打不了 這一副打小玩真的不好打 打大牌還行 嗯 呵呵 沒辦法 只能這樣打 這要填四能 嘖 還是說常威我狐不太需要阿 因為其實我也還在測試 嗯 嗯 又輸了 這倒是他沒用阿 他後面還是那個 都一樣阿 現在已經輸了 完全不可能贏了 呵呵 多拿一張獎利卡吧 唉 嗯 主要是前面開局 沒有拿到球阿 爹爹開不了 你好 我叫你 你 過關 你 答案 唯一 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